哈喽大家好我是Frank 还记得呢 消失百年又重现江湖的江旋螺吗 这半个月的观察 终于弄清楚他是吃什么的了 他是如何补食的 这个江旋螺是一百多年前 法国人在我国采集的 然后运送到巴黎的博物馆保存 然后他们在检查这个标本 和标本的描述的时候 惊奇的发现 哇塞这是一种淡水的 会将自己固定在石头上的螺类 这种能将自己固定在岩石上的螺类 一般在海水中是可以见到的 但是在淡水中 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的 然后其实这块标本上有两种螺 一种大的是中华江旋螺 而另外一种小的就是 这次我拿到岗里饲养的这种 这种还没有定名 正在定种中 论文正在写 首先要回答一下大家的质疑 有很多朋友说 这消失百年又突然重现 他是几级保护动物 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的 现在这个江旋螺的种群数量还不少 而且是在山上三个产地发现了他们 相距几百公里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他一直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只是一直没有被发现 我认为江旋螺这个神奇的螺 也是需要被大家关注起来的 因为虽然说在三个产地都找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他们生活的范围还是相对于狭窄的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当地的水域水环境受到了污染 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消失匿迹 所以像这种没有经济价值的螺类 还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知 还有得到大家的重视的 中华江旋螺的火体依旧没有现身 但是我仍旧相信它存在我们的江河里面 有朋友说钓鱼曾经钓到过石头上 有这种螺的 那么下次以后你们钓到这种疑似江旋螺的螺 可以拍图发给我看 如果真的是中华江旋螺的话 那就太好了 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 虽然我已经知道了它是如何捕食 但目前无法公开 因为论文还在写 等论文写好以后 我再会详细的跟大家说 我是如何观察到它捕食的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赵斯帅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